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午2点 公布了国内新增219例的确诊病例 而花莲县连续4天零确诊 县长许正位在下午3点的花莲防疫记者会上 就特别的呼吁民众 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尽量不要跨县市移动 若必要返乡者 县政府也将会在台铁的花莲 遇离这两个大站 以及县卫生局来设置筛检站 也请返乡的民众务必配合进行快筛 保护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 徐县长呼吁民众端午节连续假期 请配合三级警戒不跨县市移动 以多元通讯方式来关怀远房亲人 若必要返乡 请务必配合与台铁花莲站 以及玉里站出口处前往做快筛检测 经现场监测人员通知为阴性者 方可出站自行离开 民众在快筛后请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并避免外出 与家人同住时避免共餐 在家戴上口罩 保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 也保护花莲这一块净土 请配合在花莲火车站以及玉里火车站来做筛检 请配合花莲县政府在端午廉价的期间 配合花莲县政府在花莲火车站玉里火车站来做出站前的快筛 保护你的健康 也保护家人的安全 更保护花莲这一块净土 保护你自己的健康 保护家人的安全 保护花莲这一块净土 第二个旅馆民宿业者 在这个大家的大力配合 我们有九成以上的旅宿业者是自主停业的 那到端节这个廉价在昨天我们是大概有一点多 一点百分之一点多趴 那昨天的这个配合之下 有一些业者主动打电话给这个旅客 还有游客请他们退房 那现在统计还有百分之零点八 的住宿 所以在这里真位 要请我们其他的业者 有接我们的游客的业者 如果在端节期间 有确诊的案例发生 花莲县政府将公告业者旅馆的名称 我们所有的观光饭店旅馆民宿 真为在这里大力的呼吁 花莲这一块净土 我们必须大家一起共同来守护 因应端午节连休 花莲县政府自6月11号到14号 一连四天将在花莲火车站 玉里火车站以及花莲市卫生所 设置筛检站 请前来花莲的游客以及乡亲 免被快筛 保护花莲以及自身的健康安全 也针对从公路自行开车 前往花莲的民众 县政府也请民众预约 花莲市卫生所快筛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找莲市卫生所快筛 搭店 多久 扭店